在中国的香港和澳门,有两位享誉圣灵的慈善达人,几十年来,做慈善成为了他们毕生坚持的事业。 是什么让他们多年来坚持乐善好施,福威济贫?又是什么让他们走上了慈善之路呢? 敬请收看本期《华人世界》。 2012年9月7日,对于地处中国华南珠江寇以东的香港来说,是一个普通的日子,但是对于孔凤林来说,却显得非同寻常。 因为他要在这里见一个朋友,这天早晨,他带着昨天晚上花费五个小时精心制作的别致礼物,很早来到了香港伊丽莎白医院。 同一天,被香港市民称为慈善女皇的赵增学院也早早动身,近前他将要前往长期资助的基所慈善机构,探望那里的长者会见久违的朋友。 有点心意,因为你对我们好,我有故事,先是你成为我们的大天使,因为是你帮助我们,所以我们也成为小天使,因为得了你们的帮助,我们可以自由自在再生活。 是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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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最蓬航的时候,就是因为你们的帮助。 1993年,赵增学院捐助资金在伊丽莎白医院创办了志愿中心,为一些长期患病,无力支付医药费的人,提供资金治疗。 孔凤凤凤凌就是众多授予的人之一。 今天,摆脱变魔的孔凤凤也加入到了义工的队伍。 我们虽然没有钱,但是呢,人家帮了我们,我们要知恩徒报,要告诉他们,他们所做的事不是白费的,是做了之后呢,我们可以再去帮人,再去延续这个爱心。 不论他几法特,与不法特的落后的国家,都是需要,有很多是,一知是肉细的社群,都是需要人去关爱,还有去帮助他们,这个是其他人。 那尤其是我参与了这么多年的慈善,是永远做不完的,做不完,很多人都是等着去要求,就是等期待着你去协助他们,帮忙他们。 1945年,祖籍广东省中山市的赵增学运,出生在广州的一个殷实家庭。 父母看到家庭困难的乡邻,总会想办法帮助他们,母亲经常言传身教地告诉年幼的赵增学运,慈爱和善良是人应该具有的基本品行。 这句话像种子一样,深深植入了赵增学运的心。 看见家里有些困难的家人,父母就病了在床上,而完全没有生计,因为以前的工资不会当一月的,很多都是断日计的。 我妈妈看到这样的情况,就可能会叫另外一个家庭主婦,就说不如你把两个最小的放在我家,你出去找一些外快, 就是做短期工作,可以帮补一下,就是这样的方法去帮人。 随着时局的变故,赵增学运的家庭遭遇到影响,父母带着几个孩子先行去了香港。 由于一下子带不走全部子女,就把年佣的赵增学运和二哥暂时留在了广州。 在广州的时候,那些炉很高的,要担着木椅才可以生火去煮饭,但我们是不懂煮饭, 就炒些花生米吃饭,饮水,当个饭,变了年纪两年都是这样,营养当然不好, 变了老师看到了,就觉得我们很可怜,觉得我们很可怜,就和我们申请来香港。 老师的热心,让赵增学运感受到母亲般的慈爱,带着这份感恩之心, 11岁的赵增学运离开广州,回到了香港的父母身边。 中学毕业后,赵增学运找到了一份工作,同时,他利用晚上时间参加了夜校学习。 1970年,赵增学运和赵扇三走进了婚姻的殿堂, 两个人互相扶持白手创业。 婚后的几年里,赵增学运度过了一段相夫教子的生活。 在那段较为空闲的时间里,他开始参加社团活动,去孤儿院,老人院做义工。 几年之后,经过夫妻两人的努力, 他们创立的恒星业集团有限公司,恒博发展逐渐壮大。 在丈夫的支持下,赵增学运开始,全心全力地奉用到慈善事业中。 十几年,十年来都是做家庭主婚, 有时我开始参与慈善工作。 几年是? 1978年,那时候加入基督教女青年会, 一路路线来,有很多经验, 到我84年就加入了人际医院。 那时候刚刚经济很低微, 全经济都差不多下滑。 因为经济不好, 很难找人承担一年的总理费, 要过几十万人。 人际医院是香港的一所慈善机构, 主要提供医疗教育等服务。 在经济不景气的时候, 加入人际医院董事局, 赵增学运深知这是一份压力比较大的职务。 他率先从专注于老人服务做起, 为了呼吁大家对老人的关爱, 没有社会根基和人脉的他, 日思夜想地写策划, 通过各种途径宣传如何为老人服务, 开展募捐。 840年我第一个就做了在红馆, 做开演唱会, 我记得, 筹款了, 跟商台, 戚冲锋云流行榜, 颁奖艺和演出, 变成他们出面去请那些艺, 请了全香港最厉害的歌声得奖那些, 是吗? 那是二唱。 我好欣赏他, 因为他这么多年来, 真的在慈善事业里面作出了很多贡献, 他们刚好新华这个慈善机构, 要找一个爱心大使, 那么巧就想到我了, 我都很荣幸他会, 他真的欣赏我, 我开心, 真的希望可以真的去帮到, 今次这个慈善机构。 在座慈善的路上, 这种温暖人心的故事是有发生, 可是很多时候, 为了完成一个项目, 在筹款方面并非事事顺利, 遭到拒绝也是常用的事情。 我打开叫人捐资, 究竟Alle, 你知不知道我什么环境的? 我现在要找人帮我, 我公司可能都会不行, 或者遇到官司, 他说我帮不了你, 这个很小事, 扔电话都有的, 对吗? 就是给一些说话你很难听都有的, 那时候你听完你会很低落, 哎呀, 不要做了, 那么辛苦的。 筹不到钱, 就没有办法继续做下去, 许多项目也只能暂时搁浅, 关键时刻, 他选择的是至难而尽, 继续拿起电话, 再次寻找机会, 随着接触的项目越来越多, 所需的款项也大了起来。 我记得我做人制那年, 我做过14个筹款, 但是公益金那年, 我做过三, 我自己创了三十几个筹款, 因为它设到这么高, 我真是很担心, 一亿哦, 哇, 糟了, 我怎么筹一亿, 何得何能啊, 那是吗, 所以我真的睡觉都想着办法去筹款, 但是很惨, 那年我是忙到, 没有洗手间都没有时间。 在1991年的那次筹款中, 赵松学院为香港公益金, 筹得了一亿三千万的资产基金, 他完成了香港公益金的筹款之后, 又先后承担了三个比较大型的资产项目, 都是做筹款委员会主席, 慈善有很多方便的做法, 有些人出钱就出力, 捐钱当然重要, 是吗, 如果你没有钱, 怎么去做慈善呢, 那有些就是做义工, 他们是出不了钱, 他们有个心, 我呢, 都是用心的一个了, 当然, 所以这样才叫他募捐, 因为我自己的力量有限, 能力有限, 那么也都要去责款。 2001年, 美国乔治华盛顿大学, 将这一年的总统奖, 颁发给中国的赵增学运, 以表彰他为慈善事业做出的重大贡献, 几十年来, 美国的总统奖获奖者, 多数是外国的政治家和外交家, 而颁发给中国的慈善家, 还是第一次。 生活在澳门的临东, 在年少的困苦与病痛中, 是怎样生存下来的, 又是怎样走上慈善的道路, 并获得中国十大慈善家称号的。 更多精彩故事, 请继续收看华人世界。 在澳门, 有一位巴逊老伯, 从1994年开始, 就投身慈善事业, 先后以个人的名义, 给六十多所学校、 敬老院等公益单位捐款, 他并不富有, 但最近慈善事业, 他叫林东。 在澳门, 美国八十四, 九十四都要走, 我们中国, 为大靠民族, 一个人不够, 每一样东西都是金黄, 你开的, 很简单而已, 做任何别做不到出来, 你开的鸡毛, 拌个蛋出来, 布出来, 老一天, 叫我咬自己的, 不得不, 咬咬咬咬咬咬咬, 那面的人做不到。 这个朴素的道理, 成为林东的爱心宣言, 鲜为人知的是, 眼前这位84岁, 思想和蔼的老人 却有着一段凄苦的人生经历 1930年 林东出生于广东省中山市 大永镇安堂村 出生三天 父亲就不幸去世 母亲忍痛 将他送给了香林 离开父母的林东 不仅失去了亲人的温暖 还不幸遭受了饥饿和病痛的煎熬 危险时刻几乎丧失性命 我就是无家求归 今天就通市方市面 都是那个地方 穷在街边 无人问 你看人家 父在心丹 日日遇人寻 好环慰 今天自己都不担心 自从 留到 不曾见过一天 父母不爱我 那我以后呢 那我别人的人 我都会 我都报答回 这些指示者 我都报答回 良心 市民良心 就做到一切出来 没有良心 良心就一切的 幸运的是 在好心人士的帮助下 他得以脱离险境 贫穷的家境 无法让林东进入学校读书 为了谋求生活 他将近一度沿街烤饭 四处流浪度 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初期 林东来到了澳门 经过多年的谋生发展 他的生活也发生了明显变化 但是 人生中多次被救助的经历 让他终生不能忘记 在爱心的驱动下 林东走进了慈善世界的大门 决定以实际行动 回报社会 我爆血管流冲血 有些人都可怜 哎呀 不能走 死不死 生不死 人家没血 我永远都记得 不看表面 真正落在行动上 融化在血液中 做到一切出来 慢慢 你赔了钱 我 楼园之类 慢慢 黑到钱 大爱要增神 变了流人家 国家都没有留年 我也有留年了 彈粥 我好记忆 大葱 楼园之类 我只剩一间三四層 肆尼钢筋 是不是有钱呢 我都没有 这种机会 比他爱心 多年来 他的足迹 不仅仅在家乡中山 而是遍布 广东 福建 四川等 二十多个省市 平日里 林东 省市简用 将集成家的钱 用作慈善事业 此外 他还通过募捐的形式 积极在港澳地区 甚至奔赴海外 筹集上款 然后回内地 新代学校 只要对群众有利 对老人 对小孩 身体健康 对小孩 独师 其他人 支持 我们有三个同志 有病 打了十年门口 现在身体很好 同意回报了 这么好 这么好 一定要支持 这里是澳门东景园佛堂 是林东1997年 在澳门创办的一家 非盈利的慈善团体 佛堂长期致力于 社会公益 文化教育事业 积极推动慈善活动 和义工服务 都是应该拿过来 给我名 好简单 东到东康 七个太阳 照事舍 照人间 人间分裂 就为我物慈悲 对吗 我说得 正吗 现在正 很多正 不忘记骨症的人 一条一两 无事就不能生命 有事就一个自然 我们经历这梦 我导致的梦 带着平安 可以 喝茶 喝茶 因为 八天早点 可以 不可以 那我就公开 2012年 学校放寒假前夕 林东来到中山市 汉州镇的一所小学 参加一场活动 这所以林东名字命名的学校 无疑同林东有着特殊的情愿 1994年 林东出来此地时发现 学校年久失修 便提出捐建一所现代化小学 他率先捐出自己三十四万元的全部积蓄 又多次发动港澳地区的热心人士捐助 苛苛爱心 汇集成海洋 1996年 这座墓集一千五百多万修建的现代化学校顺利竣工 一千多名孩子有了新的学习环境 教育就是生长 医疗就是基本的工作 医疗教育社会的环境 六华国民族就大力支持 自方养地医疗教育社会的整体 感到lanstern 光息竣工 Ho 监五 利的热心 shows 看如果铁魚 只 Пóng ब貓 就在 parks contempla me 由电通 鉄通 路通 路通 就在廣 짜 都可以耶 但是我当铁魚 到归宅 老 Cup 都可以 那 我是 Stellar 我的音馵 韓到独私 靖 因为在慈善方面的重大贡献 林东先后获得 中国十大慈善家 中国公益之星等多项语称号 林东和赵宗学运 用毅力和行动 诠释了慈善家 不同凡响的动人故事 他们用温暖的真情 奉献了爱心 留给人们无限的敬意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